人间大爱,他卖猪肉35年,身无分文,却无偿资助930名贫困学子圆了求学梦。 今天,请为这个平凡而伟大的人转发一下好吗? 让更多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,他叫邓卫星,是广州英德市的一位猪肉佬。 在这个简陋的房屋里,他先后养育了930名贫困孩子,这些孩子中大部分来自天远的山区。 14岁那年,邓卫星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英德中学,在他满心欢喜地开始了自己的高中生活时,他的父亲却不幸撒手人寰。 作为家中的长子,他只能回家务农,交起了家庭重担,没有完成学业,成了他毕生的遗憾。 为了弥补自己的梦想,从17岁开始,邓卫星不断收留贫困儿童,甚至孤儿。 33岁那年,他卖掉了两块珍藏的黄纳石,倾其所有的积蓄,拆掉现有的房子,盖成了八房两厅的两层楼,给孩子们做了宿舍。 他为这栋新房取名,学生之家。 每天凌晨三四点,他便起床杀猪卖肉,妻子则负责煮早饭给孩子们吃,晚上他又回来辅导功课。 为了资助孩子们上学,邓卫星还种了二十亩果林和三亩甜,种点青菜卖钱补贴家用。 就这样,夫妻俩独立撑起了学生之家。 如今,镇上很多猪肉佬都开起了小车,邓卫星却连一件新衣服都不舍得给自己买,因为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了资助的孩子们身上。 三十五年来,一共有九百三十名贫困学子从他家中走出,即将成为国家的冻娘之财。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邓卫星的默默付出。 对此,邓卫星抹着眼泪说道,三十五年里,再苦再难,他也从没主动向别人伸过一次手,太令人感动了。 为勤劳和善良的邓卫星点赞,好人一定会有好报。 然而这个视频发出来几天了,转发的人却寥寥无几,明星八卦频频占据热搜,这样一段正能量的视频无人关注的话,那就太讽刺了。 今天看到视频的朋友,无论你有多忙,请为这个心存大爱之人转发一下,千万别让低调做好事的人心寒。 如果感觉祝福猫的视频不错,请动动手指转发到其他群,让更多人看到。